在刚刚结束的一场羽良级拳击比赛中 24岁的墨西哥拳手布兰登·贝尼特斯 以接近而又争议的点数优势 击败了前WBA羽良级普通拳王我国的徐灿 赢得了一场重要胜利 比赛是在美国布兰特城举行的 这也是今天当地的头条主赛 徐灿自2021年8月1日被英国人利伍德 12回合TKO以来一直没有打过 这次团队选择了排名不太高的贝尼特斯 BOXRECK-122棒综合排名第144 相比利伍德贝尼特斯的实力差了一点 拳头杀伤力有些不足 不过他打低很顽强 徐灿并没有捞到太多便宜 前四个回合贝尼特斯有些优势 进攻效率更高 不过第五回合后徐灿逐渐进入了状态 贝尼特斯的速度慢了 挨到的拳头也越来越多 徐灿逐渐扳回了一些点数 只是徐灿的连续拳打低不够 没有终结对手的能力 最后两个回合 场面比较接近 双方互有击中 最终 两人占满10个回合 三位裁判有两位 以96比94 96比94的比分 判贝尼特斯取胜 还有一位以97比93的比分 认为徐灿取胜 击败对手 24岁的贝尼特斯职业战绩 上升为19胜二辅 七场比赛KO对手 贝尼特斯身高1米70 臂展1米73 今天他的胜利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之前他在BoxRack-122棒综合排名 第144 而徐灿是前WBA-126棒的普通拳王 竟然还赢得了胜利 对于徐灿来说 这场失利对于他是雪上加霜 不过裁判似乎也有点袒护贝尼特斯 如今126棒高手云集 比前两年竞争激烈了很多 徐灿在目前这个形势下 想成为世界拳王非常困难 但好在他才28岁 还有希望继续提高